巴黎的長榮桂冠一面五星旗 讓小粉紅集體崩潰 歷經的週休二日事件越演越烈 中國在法國的40個商會群起抵制 而拍片的中國網紅也不演了 他說這影片可是經過了 負責中國統戰的統促會 何准才PO上網的 背後難道是半官方在山英峰點鬼火嗎 是從也帶我們來看到 當中國客人群起抵制的時候 誰倒大美 中國真有底氣嗎 對沒錯我們上個禮拜講了 這個長榮桂冠的這個國旗事件 沒想到還週末越演越烈 為什麼呢 這個法國 這個中國在法國的40個商會 居然在巴黎開了會 開了會說什麼 他說對長榮 這個巴黎長榮桂冠的酒店的這種行為 恨之入骨 然後共同譴責 然後抵制這個巴黎的這個長榮桂冠酒店 哇 講了這麼多 那你看這個張教官啊 他本人他也到這個現場去了 那這40個商會 你看他們還在那邊簽名 簽了名 哇 真的憨到不行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到我們中國的國旗呢 好 就講了這樣子的時候 你看說 奇怪了 這個有點怪怪 為什麼 因為張教官啊 是不是有點認慫了這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 你看他們就馬上 他又拍 這個發了一個這個所謂他們聲明 你看 拍這個說明 就說 我這個張教官拍了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影片呢 主要是因為針對這個 就被這個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和可 我才會對外發布的一個狀況 他說我為了要維護國家和平統一 大家想 你不是YouTuber嗎 你不是這個網紅嗎 你拍影片都還要經過 官方的這個和可啊 現在有幾種說法 說法是說 他覺得說糟糕這件事情惹大啦 惹大說他搞不好 有可能會吃上官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影響到曹龍桂冠的 他可以對你提起相關的這個告書 而且你是偷拍嘛 對不對 沒有繼續和可嘛 所以他現在趕快找了一個 這個這個官 辦官方組織來 這個跟我站在一起 而且因為這件事情在中國那一部分 其實正反兩邊意見都有 所以他就趕快找了一個 辦官方的組織來背書 那這個組織呢 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他是2020年被美國國務院 認證為這個法定外國代表機構 所以就說 事情就有點複雜囉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了 他其實有點半官方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你就講 事實上現在為止來說 整個中國 是不是有點往上慢慢燒起來一個味道 好 上星期呢 視聰告訴我們 其實觀察的一個指標就是什麼 官方的態度 如果官方就給你壓著的話 你微博 霸榜你燒到第二名 再怎麼樣你燒不出去 隔天你照樣要退出微博的熱門榜 問題是 我們講觀察幾個指標 央視就是其中一個 對 央視是不是開始轉向了呢 對我們就講 事實上我們觀察中國 包括說像新華社 央視 還有人民日報 他們幾個媒體的 這個報導的這個狀況 好 就沒想到在這幾天的時候 這個央視的這個報導 央視的這個報導 他的報導裡面來說 然後就說 我們這個央視就說 我們中國的這個海警船 在執法 那現在是余迅區 他就執法這個輪船 兩岸之間喘著這個問題 他就說你看 我們緊盯一艘貨輪 這貨輪你可以看 這是什麼 Evergreen 就是長榮的貨輪 所以這個官方拍這個影片 意在不言中 他是什麼意思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網路上也開始流傳另外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呢 你看這也是長榮的船 他說長榮的船 掛了這個所謂五星旗 然後經過這個紅海 然後沒有繞行 他說是祖國威風啊 可是人家就說這哪是這樣一件事 為什麼大家就說 這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呢 居然我跟你講 因為從去年紅海這個事件之後 其實台灣的郵輪 台灣的貨輪 為了怕說 我到那個地方去 恐怕引起一些糾紛 其實他們從去年就已經拍板說 我繞過好旺角 我寧可不要從波斯灣進去到紅海 然後到蘇利士雲 我不要這樣 所以這個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那你不可能一件事 那你這個網路上在燒這個 那你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那個氛圍啊 好 我們看到了張教官 到底是英雄還是狗熊 一面五星旗 小粉紅大炸鍋之後 經過了48小時 週休二日的發酵 我就問 在巴黎的那個街區 到底是把五星旗掛得更緊呢 還是通通把它撤掉 我覺得他們又翻車了 為什麼翻車 你看 這就是因為中國的男子 他說 我們來看這個經過週末之後 這些所謂巴黎的長榮桂冠酒店 有沒有把國旗掛上來 他們就找了這位女性 因為偷拍可能違法 所以你看這位女生 外國女生 她戴了一個類似是Google Glass 這種有攝影機的這個影鏡 這個水的眼鏡 然後又走進去了 就走進去的時候根本 你看長榮桂冠酒店 沒有任何一個國旗 國旗都沒有這個掛上去 而且也沒有中國旗的這個狀況 國旗都沒有 也沒有中國旗 好 就沒想到好 那我們到別區去看看 就別去看看 有人有掛 但是掛起來就是沒有中國旗 所以你看到長榮桂冠 他明明白白就告訴你 奧運結束 我所有萬國旗都會側下 你少在那邊 小題大作 結果果不其然 對 一面五星旗都沒有了 對 所以反而是 你講的這個 人家講的是真的 是你翻車的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想說那對這個長榮桂冠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那事實上這個資深媒體 連石板明 他就舉一個例子 他說其實在這個2017年的時候 東京有一個APA酒店 這個其實很多台灣人去住 那當時因為一個這個 書籍的這個歷史角度的問題 就導致中國的遊客就說 我不瞞你這個裡面的書的角度 我要抵制 結果沒想到抵制之後 就像你知道出現什麼狀況嗎 什麼狀況 他反而用說 我沒有中國人來住 結果反而是大受歡迎 哇 因禍得福 對 因為他都知道說 如果你不要跟中國人住在一起的時候 那一間酒店絕對沒有 所以反而是變成一個賣點 所以我才說 到底這件事情來說 我覺得對長榮桂冠來說 應該也是有可能會是 因禍得福的一個狀況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一面五星旗 會讓小粉紅集體崩潰了呢 巴黎長榮桂冠酒店 為什麼讓小粉紅來群旗抵制 甚至還波及到全球各地的 長榮桂冠相關的 這些酒店代表地點呢 今天我們就要為您來還原 事發的現場 你來看看 這一面五星旗的背後 到底小粉紅是自大 還是自卑 這個戰狼沒想要燒到 巴黎奧運的附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最近有個抖映的網紅 叫張教官的有趣人生 他在8月13號的時候 上傳一個影片 這影片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說 這個長榮 這個是在地點 在長榮的 巴黎的桂冠酒店裡面 他就說你有萬國旗 他就在那邊仔細地看 我們看他小滅了萬國旗 他就說 為什麼沒有中國的國旗 他絕對不能夠接受 他就說 明明這是中國的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中國的這個戰電 為什麼沒有中國的這個 這個萬國旗 於是他就覺得說 那我要退房 我要退房 即使是說這個權力金 什麼都被沒收 他也不在意 反正我就要退房 就說了 他就說台灣人的酒店 台灣不是中國的嗎 怎麼可能沒有中國的這個國旗 還跟這個櫃台人 互相叫囂 可能問題是 他就憤而就這樣子 就離開了 離開你以為事情結束 沒有耶 他離開之後買了一面中國的五星旗 交給櫃台人說 你把我掛上去 對 但是櫃台人就說 這不是我們的權限 我們沒辦法掛上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雙方這邊 互相你來我往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除了你來我往之外 這個團隊沒想到 他們離開之後 他們還這個不放過 他們還怎麼樣 他們就說 我們找了一個在這個飯店裡面 工作了一個陽性的這個中餐的這個行政主廚 就是我們看到這一位 然後他就說了 他說原本 這個內部爆料說 原本他其實是五星旗的 但是有一位書信的這個總經理 要求要檢調 而且要他專注於這個廚房的工作 他說他有反應 但是說你不要干涉這個飯店的管理 還有干擾其他人的這個人員的這個工作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還說了 這個我跟你講 這裡面來說其實住的人很多都是這個中國人 至少是60到70%是中國的客人 而且中國客人 每天大概都是300歐元以上的一天的這個狀況 反正他們就一搭一唱一搭一唱 在那邊說 你看這個都是中國人的 在來這邊住 中國人站了這麼多 結果沒想到你還沒有掛五星旗 而且本來有掛五星旗 後來被人家拿掉 整個劇情往這樣延燒了一個狀況 到這個地方 你剛剛看到在畫面當中 穿那個黑色T恤在那邊匕首畫腳的 就是中國籍的陽性行政主廚 你不好好的待在你的廚房裡 去煮菜 去端盤子 去準備出最好的料理 你跑到這個地方說三道四 難怪被飯店的高層說 你好好的做好你的份內室 你不要去干涉整個飯店的營運管理 好 講完之後火已經點燃了 點燃之後隔天 你看到了這個中國的客人 他們來要入住歸報會 他又回到了櫃台了 對 沒錯 好 我們先講這個陽性組合 他真的惹上這個大麻煩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們當然還在來酒店 想說 我都已經抓到說 你們原本是有這個萬國旗 你們把他剪掉這樣 我要來理論 我這個心理放不下這口氣 所以他就來到這個酒店 然後跟酒店的經理在那邊理論 那大廳的這個經理就說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是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說 我們呢 那他們就 那我們把這個萬國旗 把這個中國的國旗掛上 他說 我們有權來決定如何不知 說真的 這是飯店本身 我飯店怎麼佈置的話 你能夠怎麼樣呢 然後他就說 你們說什麼很多房客 是這個中國人 他說這個是這樣嗎 他說其實也沒有這個樣子 他說 這個大廳的經理就說 大概只有4到5%左右 並不是這樣一個狀況 雙方還是在各說各話 一邊說有5 60% 一邊就說才是4 5% 然後一邊就說 你要把這個中國國旗蓋上 另外一邊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權責 這邊你來我往 這件事情就在抖音上面 燒起來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多敏感 爭執的現場 在我們的長榮桂冠 巴黎的桂冠酒店 而爭執的主體 是更敏感的中國五星旗 我就問了 這一件事情 如果讓小彭王 給撩坡起來的話 那兩岸關係 現在都已經走到 這麼冰封的狀態 那還得了 對 沒錯 照理說 如果這件事情 在過去早就燒了一塌糊塗了 可是今天我跟他講 這有一個非常詭異的 因為他是13號 就已經PO了這個文章 但是呢 中國其實內部 一直沒有很多的報導 一直在很多 你看這網路上一直在燒 很多人在抖音 怎麼這個長榮巴黎桂冠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然後好不容易 終於在這幾天的時候 8月15號上午的時候 終於來到了熱搜榜的第二名 你看長榮桂冠酒店 台籍經理 剪掉五星紅旗 這件事情就來到熱 這樣一個狀況 他才上來了 不過你仔細來看 這真的就是 我跟你講 就是中國民間真的有一股聲浪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中國重要媒體 包括說中興社旗下的 這個國市直通車的這個 帳號刊登之外 你看新華社 人民日報 央視 他都沒有報導 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通常是這樣子 小粉紅在三英峰點鬼火 一路撩播之後 再加上如果這主流媒體 人民日報 新華社 央視等等跟進的話 對 必炸鍋 而且你來看 你剛告訴我們 長榮桂冠酒店台籍經理 剪掉五星旗的這個標題 對 昨天在第二名 對 照理講 如果一直燒下去的話 今天要霸榜到榜首才對 可是他不見了 對 中興社族就不見了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呢 我覺得目前為止 中國官方似乎是有刻意要冷處理 因為我跟他講 這個2018年的時候 中國當時有施壓44家的航空公司 就說 你要把這個台灣改成 符合所謂的一中原則的這個標示 你看這樣子一個狀況 他從4月25號 當年4月25號到5月25號 一直燒到7月25號 這樣一個狀況 好 當時 你看中國全部的黨媒 包括說像新華社 人民日報 央視 整個網路上 大家都在燒 但是這一次 同樣發生類似的事件的時候 中國反而是冷處理 所以這個態度其實是不太一樣 這不只是政治 這當然也是商業 我就問 現在包含的中國幾大的旅遊平台 他們不只是把巴黎的長榮桂冠給下架 他把長榮桂冠的全球各地的酒店 一起下架 我就問 這個動作到底傷到誰呢 對沒錯 我們就講 因為小粉紅現在到處出征 他雖然不敢到什麼新華社 人民日報這些去出征 但他敢到一些旅遊平台 所以旅遊平台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中國的旅遊平台西城旅行的話 他就說 這個你看長榮桂冠 你看 檳城的長榮桂冠 還有這個上海的長榮桂冠 就像你在看 占無可預訂的房間 占無可預訂的房子 也就是說 他現在都把這個資料 不讓你看 你點進去看不了 而且他也沒有 相關的這個訂房 讓你訂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他現在把這個西城旅行 把我們長榮桂冠相關的酒店 都全部把它類似是 你都訂不到一個狀況 你看 包括上海 檳城 還有曼谷的 全部都被波及的一個狀況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這個公司 還有什麼高德地圖 高德地圖 實際上是中國當地 他們會用這個地圖 那地圖裡面來說的話 顯示就是你看 這個長榮桂冠 你看長榮桂冠的這個停車場 這個入口 然後它顯示 你就說已關閉 就是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這些狀況 甚至他們有一個在消費類的話 有一個叫做大眾點評 大眾點評就是 你可以上去去點評說 這個多少 你給它幾顆星 這樣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想 你看長榮桂冠酒店的 這個宴席廳 就是示範的地方 也就是商戶已經停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民間企業至少 他們也不敢 忤逆這個小粉紅 他們目前為止在做一個 抵制的這個動作 不過這個是小粉紅的層級 但進一步看下去 我們今天也專訪了 業內人士 他就告訴我們 長榮總部現在正在觀察 觀察什麼 你剛剛提到了 中國官方態度非常重要 說不定 再等幾天 這個風波就會平息掉了 不過我就退一萬步講 萬國旗是今天風暴的起點 萬國旗裡面 一定要有中國的五星旗嗎 當然不一定 我們拿萬國旗來說 你看有那麼多國家 你要這個擺趟區的時候 其實哪有一定 他們有時候是用 所謂隨機排列 你看他用隨機 他們就這個業者就說 他們是用所謂隨機排列的 這個款式的一個狀況 他說其實呢 這個目前為止 只有台灣做的這個萬國旗 才會有所謂中華民國的這個國旗 但是是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看到 有中華民國出現的 一定是台灣做的 但是沒有中華民國 也不一定不是台灣做的 那我知道了 如果今天巴黎長榮桂冠用的是 我在淘寶 我在中國的平台買到的 就一定會有一面五星旗 那倒不一定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看 連在台灣做的五星旗 就不一定會有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是說 有中華民國國旗 一定是台灣做的 但是沒有的話 不一定不是在台灣做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淘寶 你又說在淘寶 那我們就在淘寶 這是淘寶的平台 對不對 淘寶平台上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2024巴黎奧運的這個會算期 對不對 這樣一個狀況 就像你仔細來看 這裡面來說的話 也沒有中國國旗 哪有五星旗 所以他們也沒有五星旗 所以那是 你在批評人家說 萬國旗 一定要有五星旗的時候 你們這個淘寶 往上面賣的也沒有 那請你先去把它下架再說吧 回來囉 你看到 中國幾大平台 把我們的長榮桂冠腳印 通通下架 搞清楚 這個是欺商權 當然欺商權 你們這個重要的旅遊往下下 國內外重要的五星旗飯店 其他五星旗飯店會怎麼想 都在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欺商權 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嗎 一個陽性的這個中餐的行政主廚 在那邊說 這個我們原本有這個 把很多商業秘密講出來 對 就像我跟你講 他已經非常慘了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 根據這個法國的這個民法的法典 還有商業法的法典 他2018年通過叫做商業秘密的保護法 他就說 因為我們知道 他不是把這個公司裡面的信 還要把公司裡面很多人營運 還要包括說 原本有這個萬國企 你把它剪掉 這都是公司內部的重要訊息 對 結果你跟人家講 你就涉嫌了 不是故意洩漏這個公司的 營業秘密的一個狀況 另外 因為它會導致什麼 因為他現在這件事情 已經延燒開來 因為你的這樣講話的時候 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長龍桂冠被抵制 那長龍桂冠被抵制之後 他們根據 他們被損失的時候 他們可以提出相對應的這個損害賠償 所以就是說他現在不只是有可能 因為故意淫這個洩漏淫秘密 可能會被關之外 因為他還有非常嚴重的後果之後 也可能會面臨到長龍桂冠 對他提起的相關的賠償 所以我才跟你講 這件事情告訴你什麼 有車不要亂上 上錯車的時候總比 如果說的比不上車還要更好 全世界都在問一個問題 隨著中國公布越來越多的經濟數據 習近平到底搞錯了什麼呢 現在難道拼經濟只剩一帶一路的老調重談嗎 更慘的是 難道連一帶一路都不能說出口嗎 習近平剛剛接見了意大利總理 梅洛梨 為什麼不提一帶一路 改提思路精神呢 要知道 西方國家唯一加入一帶一路的就是 意大利卻也在去年宣佈退出 是不是看破了中國什麼手腳 而如果一帶一路出不去 過剩產能就自己吞 中國的經濟 豈不更雪上加霜 沒錯 上剛才具象提到這個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來說是2013年的時候 剛上任美國9的這個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所提出的那當時也籠絡了 非常多的國家 包括說像這個陸上司路 還有海上司路等等 那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就是意大利 那為什麼 因為意大利在當初是第一個 加入所謂一帶一路的這個 歐洲國家 不過他也是呢 第一個退出一帶一路的國家 所以在今天的時候 他見了這個意大利總理的 梅諾尼的時候 大家就在觀察 你到底會不會講到一帶一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梅諾尼就是他在主導之下 他退出了一帶一路 那習近平會怎麼講這件事情呢 結果習近平沒有講到一帶一路 雙方都不提一帶一路 沒有一帶一路這個件事情 這個改提所謂的思路精神 但想說顯然習近平也知道說 我碰到了一個軟釘子 這個很奇怪 今天如果你是主倡議國 你也是發起國 再怎麼樣 我今天是號令天下加入我的陣營 為什麼連一帶一路都說不出口呢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帶一路現在變成是怎麼 中國一個燙手山域 你知道就像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中國跟巴基斯坦 跟很多國家在做所謂債務協商 什麼債務協商 因為我還不出錢來 你給我投那麼多錢 我沒辦法還 那怎麼辦 要嘛就是減少我的債務 要嘛就是你看什麼東西給你 這反而會拖累中國的經濟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 本來他們是怎麼想呢 事實上中國在2020年的時候 曾經暴露出我們一帶一路的 真正的用途 那是說吉林省的這個省政府的文件 他說了我們升級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透過一帶一路 解決產能過剩的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產能過剩呢 就是因為2008年 當時不是全球經濟海嘯嗎 然後當時的胡溫體制 就用所謂的這個刺激經濟 然後刺激經濟就是導致 中國的產能過剩 然後有金錢遊戲 他原本是要把這個輸出到海外 所以是為了要這個 用一帶一路來解決他們自己本身的 產能過剩的問題 結果不但產能過剩沒有問題 沒有解決 還爆了一個大炸彈 所以當然目前為止 習近平當然他也絕口不提 所謂一帶一路的事情 好 我們常常講到說 橫沽中國基金 最重要的一個窗口 當然就是陸股 陸股是36平 這半年來 一直達不到的一個指數跟水位 居然靠一個動作 一天就達到了 沒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最近的時間 我們看連胡錫進都出來說 他這個炒股賠了很多錢 所以中國股民是苦哈哈 最近全世界股市雖然有回檔 但是今年很多都創新高 像台股也創新高 日股創新高 美股創新高 是 那唯一一個沒有創新高 而且還破底的就是中國 那中國呢 這個上陣一直到3000點 始終都過不去 一個變成是個關卡 一個天險 那所以大家說 什麼時候 這個閃物都問 什麼時候可以破3000點 要破還不簡單 我們現在弄一個 破還不簡單 我們弄一個叫做 上陣綜合全收益指數 那這個東西來說就是把 這什麼 原本是上陣指數 那我現在弄一個新的指數 上陣收益 那上陣收益就把一些 高收益的股票弄出來 跟上陣的這個 所謂組合不太一樣 那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啦 就破了3000 於是就 昨天收在3200塊 講這3200點 今天收在3184點 馬上就破了3000點了 那不早做嗎 所以 半年半不到的 一共同在一起 就達到了 對 不過我跟你講大家講 這種就是好像 有一點掩耳盜鈴 反正我就忘了 弄一個新的指數 然後就這樣過關 這其實是 某些程度也可以知道說 中國股民目前為止的 這個信心真的非常低 那因為信心非常低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 每一天都有公佈 所有外資的買賣槽 進出 對 買賣槽 但是呢 現在中國就說 好啦 沒關係 因為呢 外資如果持續賣出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 打擊到我們國內的 民眾的心情 所以 我們在8月19號的時候 就開始停止公佈 就是我蓋牌 不要讓你知道 反正就沒事了 蓋牌就沒看 就沒傷害了 對 沒錯 那因為 大家外資也知道說 你這個 你這個做的不太對嘛 所以你看 事實上現在反而 有很多外資開始出來了 譬如說 花期已經調降 今年的中國的 這個經濟成長的預期 原本是5% 現在調到4.8% 那另外一個 當然還有很多 不利的因素 譬如說最近 我們都會看那個 叫PMI PMI就是以50為一個融枯線 50以上是好的 那50以下是不好的 那中國的官方的 這個數字來說 這幾個月都不太好 那尤其上個月是49.3% 那大家預估說 它顯然這個月 這個禮拜三要公佈的數字 應該還會是不好 那如果連續不好的話 那就表示什麼 中國的經濟 在傳統要進入旺季之前 應該是好的 結果沒想到 在這個時候還是不好 所以今年的中國的經濟 真的是不太好 然後從幾個數字 現在製造業在逃出 這個有130年歷史的 叫加藤製作所 它其實是做一些機械加工的 然後2004年進入中國 結果沒想到 它現在 因為中國的景氣太差 那我就宣布從中國解散 所以你可以可見 從日本的百年企業都撐不住 你也知道中國的景氣 真的是不太好的一個狀況 而台灣呢 景氣燈號 終於再度睽違兩年半 再度亮起來 代表熱絡的紅燈 今天我們帶您從幾個面向來看 從雪鐵龍的智慧座倉 到台米颱風 准的嚇人的路徑預測 預測時間 更是從6個小時 一口氣縮短到10分鐘搞定 AI的iPhone時刻全面降臨 我們就問 AI啊 它要怎麼帶著台灣起飛 對 沒錯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不好 那反觀台灣 哇 我們看 睽違兩年半 我們景氣亮出了所謂紅燈 那當然這個紅燈的分數 不是微微掠過紅燈 但我們跟他講說 這個紅燈到底能維持多久 那當然啦 這個中央大學台經中心的 這個吳大任就說 還有三個變數 看好但是還有三個變數 一個是AI的浪潮 是不是泡沫化 然後美國的這個經濟表現 還有對台灣的影響 還有出口的這個 還有物價的這個情形 不過跟大家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利大於弊 就是好的比壞的要多 那我們先從好的開始說 是 大家就說 AA的這個應用好像有一點受限制 不過雪鐵龍汽車 宣布從7月31號開始 旗下新車要導入CheckGBT 就是車子未來也有CheckGBT 就這樣你未來可以問他問題 我要去哪裡 我們每個人都是李曼克 你就知道說這個不一樣 那你知道因為為什麼 因為整個全球汽車業產業規模 一年是到達6.8兆 那年複合成長率是6.77% 現在全球大概有上億台汽車 如果你全部都導入這個 哇 那個商機很大 尤其是未來可以用在什麼 AdaS 自動駕駛的輔助系統 真是智慧作倉 所以他導入CheckGBT 這搞不好也是一個 汽車的iPhone時刻也不一定 好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看到凱米颱風剛登陸 剛來台灣試虐沒多久 好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未來怎麼判斷 它的路徑越加的這個準確 那我們氣象署就公布了說 這一次我們跟輝達 這個合作的這個預測 果然是相當準 為什麼 你看原本物理性的 這個預測是這樣子 那凱米颱風實際走的是 這條藍線 但是你看 輝達預測的路線 跟凱米颱風很像 所以就是說 其實輝達的準確度是非常高 那如果未來導入更多 輝達的這個AI預估來說的話 我們的3到6小時 原本預估的時程 會縮短到10分鐘 尤其是這個中國也用過 中國其實復旦大學之前要 這個畢業典禮的時候 前天還下雨 那他們說要不要雨天備案 那校長說沒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我們福西系統 預估說開學典禮是無風無雨的 就果然前天還下雨 後天這個開學典禮 真的就無風無雨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AI預測 這就是華仁勳講的 嵐生地球 沒錯 他提供這麼精準的 這個颱風路徑預測 過去 壯了 三天之後你就很了不起了 他現在可以預測 這個颱風路徑 一個禮拜之後會走到哪裡 是 快又有效 對 所以你說事實上 這個改變人類的生活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AI這麼多 那於是有一個受訪 就是說 這個很多公司認為說 我要趕快投資AI 有趕快94%的員工 公司要說要擴大投資 問題是 全球只有17%的公司在投資 所以就是說你看 未來的商機非常大 所以其實上 我們雖然說短線的確會對 AI有一點點的看法 不太準確的地方 但是長期來算 它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還有一個算是 目前為止的變數 就說我們叫做一不壞 那什麼變數呢 第一個就是蘋果 因為蘋果在這幾天 也要發表財報 然後它有一個47頁的 這個技術文件就說 因為我現在在訓練 所謂的我的AI的時候 我是用Google的晶片 而不是用灰打的晶片 那大家想 哇你不用Google晶片 你用Google晶片 不是用灰打晶片 那灰打一定完蛋了 可是我跟他講 灰打完蛋 台灣怎麼辦 我跟他講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灰打它Blackware 即將要開始出貨了 那目前為止 它也大砍它自己的這個高端 它等於是把很多的產能移到 做這個Blackware 這個平台上面去 所以顯見 如果假設 蘋果要跟這個 灰打要Blackware 不好意思 你要不到 因為目前為止 Blackware 要嘛就賣給Meta 要嘛賣給微軟 賣給其他公司你也要不到 所以他只能夠怎麼樣 我用你的 萬一我買不到那個Blackware 那怎麼辦 我當然就自己用 所謂的Google的晶片 好 那所以你知道 揮打的這個需求 不會受到影響 那你說他用Google晶片 那不是完蛋 沒有 不用玩了 Google用的是什麼 TPU TPU是什麼 TPU V5P這個 它是有叫張亮的這個計算機 張亮的計算機 它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台積電 7跟5奈米的通益 也就是說你用來用系統 俗途同歸 對嘛 你揮打是台積電代工 你Google也是台積電代工 那有差嗎 沒差 只是插在 揮打跟Google兩個人的身上 沒有插在台積電的身上 所以這對台灣來說不壞 另外一個不壞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事實上 今天的消息就是 有傳言說蘋果的AI 可能會到10月才退出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9月發表手機的時候 他會有相關的 我要怎麼用 可是他AI功能 可能真的要10月才能夠解鎖 那我俊相問你 這樣會對 你要買一個手機 這個拉後會不會影響 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影響並不大 為什麼 因為我10月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我AI好用 你還是會去買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朝三暮事 就可能一開始大家會觀望 然後你不知道你要賣 用AI要衝擊 結果你終究要入坑 對 終究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這樣一個狀況 對 所以我才說 這個對台灣來說也不是壞事 所以那種良好三不壞 所以我才說台灣的景氣來說 下半年來說 應該還是偏向好的這方面無語的 睽違兩連半的這一顆熱絡的紅燈 一亮起三好兩不壞 看過台灣 中國呢 陷入的產能過剩 消費停滯 為了要你掏錢買 到處上演低價促銷 多殺多 餐飲業居然掀起了9塊9的殺價競爭 結果你就看到 號稱中國星巴克殺手的瑞幸咖啡 它就是始作俑者 結果賣越多 虧越多 瑞幸咖啡第一季出現驚人的虧損 你就更別敵其他的店家 短短半年關掉了上百萬家 或者你來告訴我們 這個9塊9到底殺傷力有多大 是啊 均向 相較於台灣經濟的強強棍 中國其實現在經濟 數字看起來好像有好轉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 裡面其實是冷嗖嗖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說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反差 第一個就是主要就是 中國公佈的6月份的工業利潤 竟然是出現一個上漲 而且來到了3.5% 大家覺得說上漲3.5% 好像不錯 但是人家就講說不對 你說看起來上漲3.5% 而且我跟你講 它5月份的時候才上漲0.7% 換句話說 它的6月份比5月份增加了2.9% 看起來很好 但是很多其他數據對比起來 你發現裡面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包括什麼 包括統計局就直接說 國內的有效需求 能然不足 那如果說 奇怪工業利率都呈現一個上漲的一個狀況 而且企業的營運都呈現一個營收成長 那怎麼會有效的一個需求 還會呈現一個不足 那包括中國的副總理張國欽 他講到什麼 他說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必須要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 有利於拓展內區空間 大家其實你想說 統一大市場是什麼意思 其實講一句實在話 它的內容就是講什麼 就是定調 這個東西市場多少錢 其實是由國家說了算 所以某種程度上 很多自己各個 本來我們企業之間要各自競爭 這個部分未來恐怕會越來越低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倒閉草頻傳 你知道嗎 那個華爾街日報就說 約25%的中國上市公司 竟然出現一個虧損 這個數字是比10年前的 還要成長的3.5倍 10年前的中國上市公司 虧損的情況大概只有一個7% 所以當你的企業呈現虧損的情況 越來越多 它會導致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產能過剩 當你產能過剩的一個情況之下 價格就會不斷的殺殺殺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會是 當你的價格殺殺殺 但是你還是賣不出去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 企業就會違約 違約之後當然就會掀起了一波倒閉草 好 你剛剛提到了 這是一個骨牌效應 它已經在ING在路上已經發生了 你來看到一個更讓人覺得 摻不透的是 中國電動車不是一等一的強國嗎 為什麼電動車最重要的心臟 心臟電池要用的 磷酸鐵 負責磷酸鐵理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照理講你應該賺得滿盆滿撥 連大家都拉緊報了 是 其實君想你點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電動車是他們 舉全國之力都在扶植的一個產業 它不僅是要在自己的國內賣個下下降 它甚至出口大殺四方 殺到歐洲去 殺到美國去 殺到人家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們關稅要180% 所以你就知道照理聽起來應該是非常暢旺 需求很好 賣得很好 結果沒有想到江蘇的龍盤科技 這個磷酸鋁鐵大廠 他竟然說他去年整個大虧了55億新台幣 而且這個虧損的金額等於是把過去三年 也就是2020 2021 2022年的 三年的獲利全部都一抹乾淨了 這個就記住了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要命的詛咒式的骨牌效應 也就是說當我進入了殺價競爭 去產能 去產能過剩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賣越多 虧越多了 是 因為它庫存實在太多了 它不斷地在這個消價競爭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好像銷售量很好 但是事實上根本就是賠本賣 所以你看它第一季虧了多少 第一季就虧了7000萬人民幣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他們的電動車 那我們都知道除了電動車之外 他們的太陽能的 相關的產業太陽能板 也是中國行銷全世界 第一季去搶攻全世界的一個市場 這也是為什麼包括美國 他們也是對中國的太陽能板 這個部分進行高關稅的一個政策 那你現在你就會發現說 那照理說你就會賣得很好 就銷到國外去 結果數字出來 媽是 剛剛就拍賣 你知道嗎 批發價格 竟然去年暴跌將近一半 換句話說 如果前一年是100塊人民幣的話 去年等於是只剩下50塊人民幣 結果今年竟然又跌了25% 你已經變成50塊人民幣 你竟然又跌了大概25%的話 又剩下三幾塊 那我問你 東西做出來賣 我是要賺錢的 搞到後來我利潤都沒了 我做功德的嗎 所以情況就會變成 你怎麼可能做功德 所以會怎麼樣 七家大型的製造商已經市井 上半年出現嚴重虧損 那可能軍銷人就會說 不是啊 那你幹嘛還要賣呢 你如果虧損就不要賣啊 不是 這是市場市債率之戰 如果你不去搶這個市債率 人家殺 你不殺 你等於是拱手讓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特斯拉的價錢也一致殺殺殺 因為沒有辦法 小鵬跟其他的車子全部都在殺 你不殺 行嗎 那我就問你 這樣子為了搶市 為了顧地盤 多殺多的情況 可不只有磷酸離鐵 不只有太陽能 居然來到了庶民 每天都要吃 都要消費的餐飲業 現在多殺多 已經變成了飲鎮止渴了 是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主要都是還算是製造業 那你想說 奇怪的那個電動車 我不買總可以吧 我騎腳踏車可以吧 那包括太陽能板 那我不用太陽能板 那總可以吧 但是我跟你講 你可以都不吃不喝嗎 不能 不可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大家要省錢 其實吃的錢跟這個用的錢 很少省到 你真的會省到 連吃飯錢都要省 那代表什麼 這代表事實上 你可能真的日子不好過 所以你看工程瑞幸咖啡 去年7月底 他們本來就推出一個活動 週週9塊9 他們以前都是標榜了中國星巴克 賣的是不便宜的 結果你就發現 怎麼連去年7月開始 週週9塊9 好吧 那也許他也是為了搶供市占率吧 但你也知道 當他消價競爭一個情況會怎麼 就導致他的利潤暴跌啊 你看去年 你看去年7月 所以是從第三季開始 他去年的第二季的時候 他的利潤率還有18.9% 結果他開始消價競爭的時候 跌到變13.4% 要繼續消消競爭 第四季竟然剩下3% 更可怕的是 今年竟然是負數變成負的3.6% 那你說好 也許他消價競爭 那我們來衝人次啊 對不對 我薄利多效我來衝量啊 不好意思喔 這個每個月的一個平均交易課 你今年第一季 既然只來到了5991萬克次喔 等於到去年第四季 6244萬克次 大將欸 這降幅很驚人欸 所以我不能夠薄利而多消 對 你這些人欸 我算你便宜 你對我反而沒有忠誠度啊 是那為什麼我們又回到了終結一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 因為不好意思 別人消假比你多了 真的假的 你趕快吃一杯咖啡 9塊9 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太狠了 中國的肯德基喔 有點像是我們旁邊賦賣的那種咖啡喔 對 它有一個叫做肯越咖啡喔 天啊 它是怎麼樣 美式熱狗再加個咖啡喔 給你吃飽 吃咖啡喔 還有配一個咖啡 也是9塊9欸 這兩樣加起來9塊9 對 再去一下那我問你 你如果9塊9可以只能喝一個咖啡 我喝這個 當然一定 而且下午來一課對不對 多好 搞不好你因為吃了這個 你晚餐又省了 這就是為什麼 你就會發現瑞辛咖啡雖然消假了 但是它的營運狀況 卻沒有因此而好轉 結果這個你看喔 它2014年有推出這樣的東西之後 欸 果然大賣11杯 然後現在也把人家那個瑞辛 咖啡打得咪咪冒冒 我們看到 就在閉幕前 最戲劇性的黃金敲叉 美中大對決 准得不得了欸 沒錯 大家都說 奧運也是國力的展現嘛 那美中當然在這次奧運裡面 也互別苗頭 結果等一下 這個美國在最後一刻來說話 欸 他們又入葬了這個獎牌數之後 就超車了 在金牌超車了 跟中國拼起拼坐 總牌數雖然是贏了這個中國 但是呢 事實上他們還是這個 並列第一 但是總獎牌數是 美國第一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啦 中國當然 你美國說你第一 那中國當然說我們第一 你看他們有榮耀巴黎 他們的這個自己的報紙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把這個 台灣跟香港也列進來 那我們是第一名的一個狀況 所以等於說 我們中國又這一次 拼了這個奧運會 我們又國力大幅往前的這個狀況 所以人家彭博就說 你這是用阿Q勝利法 自嗨的一個狀況嘛 好 那到底是你國力強還是不強 實際上我們從今天一個這個 伊隆馬斯克跟這個 川普兩個人的這個世紀對談 就可以看出端倫 因為原本的這個世紀對談要這個 原本的去進行 結果沒想到被大幅往攻 Delay了45分 結果沒想到他們就說了 這是到底是誰要往攻你 難道是民主黨要往攻你嗎 還是誰 但是我們都知道全世界最多 網軍的地方在哪裡 就中國大陸嘛 所以人家說 很多人不想讓川普講 很多人怕了嘛 好 那到底是誰怕呢 我們就來給大家爬數一下 中國的直接投資 外資直接投資 在上一季減了150億美金 它是1990年以來的 第二次的出現負值 你看負值 你看以前都是正值 只有兩次出現負值 這都是非常致命的 中國應該過去都是外國投資這麼多 居然出現負值 所以顯見 中國的經濟壓力非常低 非常大 另外一個就是 目前為止 全世界的這個資金 也不想投資你中國了 譬如說你看 全球40大的投資者來說 對中國的持股 已經創了這10年的新低 甚至很多黨都掛鈴 所以告訴你說 中國再也不是過去 那麼香的這個地方 大家已經都 棄中國而去的一個情形了 中國基金在6年的 這個中美的貿易大戰 打到現在 是不是越來越氣虛 我們看一個指標 最近被討論度最高的是這一步 叫做《逆行人生》的電影 他描寫外送小哥 是不是描述的太真實 真實的不忍阻堵 居然被戲院群其抵制 對沒錯 是讓我們看到這個部影片 這部影片叫《逆行人生》 他是有這個徐珍 他所自導自演 他是想說 一個中年人突然失業 然後就開始去外送的 一個外賣的狀況 那當然這個電影演下去之後 他很貼切人生 但是呢 人家就說你看 等於是賣我們這些人的故事 來賺你的錢 所以富人演窮人 那賺窮人的錢 他們就說這是人肉的人血 饅頭的這個電影 所以反而招來非常多的負評 好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事實上 他們就說 不要消費底層人的苦難 你哪知道我們多苦難 你徐珍還是一個影帝 你還是住在豪宅裡面 為什麼 他說你看原本超過1200塊人民幣的 每單0.4元的獎勵取消了 然後扛一袋25公斤的大米 大家想25公斤的大米 八九樓也沒有補貼 然後配送的範圍 從3.5公里擴大到4.5公里 才有錢可以賺 然後還北京市的處長就說 那我來體驗看看 就是一天可以賺多少錢 結果才賺41塊錢 他剛好在創作 我們突破2億的大關 這個開心的這樣子慶祝 結果沒想到現實人生是這樣 大家看這個叫逆行人生 這個是現實人生 現實人生是什麼 一個外賣員 他撞到了欄杆 撞到欄杆之後 結果沒想到當地的保權 就出來保安就說 你要給我出來 然後要求那個你看 跪在那邊的就是那個外賣小哥 他就被跪在那邊 而且他說 因為你撞到我們欄杆 你要賠200塊人民幣 他一天你看 一天才賺不到41塊 你要他賠200塊 這五天的這個狀況 結果很多外賣小哥受不了 他們就來這邊抗議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結果反而是引發了 你看警民衝突 你看後來還 調動了非常多的警察 來管理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變成是說 為什麼引發這件事 你看從逆行人生 那是電影的這個狀況 現實的狀況 絕對不是逆行人生 說的那樣 比他們都還要苦好多倍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以為 只是對單一事件發出的怒吼 沒有 對 這兩千人的包圍 是對中國經濟下行發出的不滿 對沒錯 但是沒想到你看 中國大陸的官方 這時候又幹了一件事 讓他們更不能不爽 你看他們就 應列所謂 關於家鄉 這個網約配送員的 這個集體黨員的工作意見 裡面來說要求 就是你要查這個 然後他還要求說 外送員要感恩黨 然後這個要聽黨的話 要跟黨走 但是你又這樣子來做 這個斷他們的後路 所以才說 這個現實的狀況 絕對不是電影演的那個樣子 也絕對不是在北京 或是在很多政府官員裡面 看到那個樣子 真正人民的聲音 我覺得真正要去看看 現實裡面發生的 各種人生的擺態 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習近平終於鬆口 他說遇上了困難跟挑戰 產線外移 外資出逃 但你看看誰來了 鴻海赤資45億 在鄭州要興建全新的事業總部 重點是電動車 機器人 還有電池產業 富士康為什麼又回來了呢 這一出一進的背後 我們就看到全球最大iPhone生產基地 就在鄭州 出口衰退 鬼城空洞化的這幾年 原來搶救中國經濟 還是要靠富士康 不能沒有你 事實上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經濟對他來講 是非常有利的一個政策 你知道大家都覺得說 哇習近平能不能把中國 現在的那當時的經濟狀況 帶到一個新的高峰 是 結果沒有想到習近平在26號的時候 傳出來他跟黨外人士在作談的時候 居然說 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 是遇到了一些困難跟問題 而且他說這個是發展中 跟轉型中的問題 只要透過努力 就可以把它給解決掉 但問題是習近平的這個說法 如果從數字上面來看 這個其實可能對習近平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跟打擊 為什麼我們光來看 中國7月份的這個所謂的PMI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經濟人 採購的這個指數上面來看 它只有49.4而已 如果跟過去幾個月來相比 是創下五個月的新低 連續三個月的萎縮 那我們就回來看 剛剛講的經濟人的採購指數對不對 可是還有一個叫做生產指數 也就是你如果從生產這個地方 進來的時候你會看到 它的生產指數從原先的50.6 也下降了到50.1 如果從這個數字來看 你可以看到50基本上就是一條均線 往上就會更好 往下基本上都會覺得說 它可能數字上面 你要特別的注意 你看它的新訂單的指數 也從49.5萎縮到了49.3 大家不要只是小看 那個什麼零點幾 那個對他們整體的經濟上面來講 就很大的波動 好 所以連續帶我們來看到 看到這個數字是不太妙 這是習近平頭目的事 問題是 中國扭轉國運不是有電動車嗎 電動車海量的工程掠地 出口照理也可以交出漂亮的成績 但問題是電動車的部分 現在在海外 老實講 各國也都在講說 你今天這個低價促銷來到這邊來 會打擊我的本地的產業 所以開始對它進去 有很多緊縮的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中國之所以經濟 到後來能夠大幅度的成長 是因為被視之為叫世界工廠 你用了大量的人力 進入到製造業裡面去 結果沒想到美國銀行 他的報告說去年前八個月 中國大陸原先佔比非常大 就在經濟還有就業人口的部分 服飾跟鞋類還有家具 佔到中國整體出口的9% 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在2001年的時候 它的服飾鞋類跟家具 佔中國整體出口的20% 20年前20年後腰斬還要更少 掉了11%的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 不只是我的生產 跟我這個外銷 或什麼買賣的這個數量減少 還包含到就業人口 基本上也被大幅度的下跌 沒錯 這個下滑率如果再繼續下來之後 會不會下滑率變成我的失業率 所以你就講到了製造業對中國這個 曾經的世界工廠有多重要 說到製造業那重重之重 絕對是鴻海絕對是富士康 我們就說富士康最近重磅的消息是 劉洋偉又砸下了四五十億 在鄭州也就是全球最大的iPhone製造基地 還要最新的投資項目 告訴我們這件事意味著什麼 而且你剛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劉洋偉笑得好開心 因為他們在22號的時候 是富士康跟河南這邊 他們簽署了叫做戰略合作的協議 可是大家一定會覺得說沒有 我們之前富士康跟河南關係 不是就很密切嗎 他不是原來就有廠在那邊 你知道嗎 他們在中國大陸有一個說法 叫做富士康打噴嚏 河南外貌就感冒 太重要了 富士康在這裡生產 不管是就業 或者它整個生產的產值 其實在它所謂的河南這個地方 它整體的GDP佔比非常大 你看它在這裡有超過250個工廠 也佔了鴻海全球工廠數 將近一半左右 可是之前不是因為很多的風波 導致富士康說 我這個廠要移出去或幹嘛 你知道嗎 導致河南在H1的這個部分 手機累積出口年減了47.4% 上半年幾乎要腰斬 你的累積出口有年減 你的進出口的總值年減了13.8% 對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因為富士康原先講說 它的全球魚半工廠 不是都在這個地方嗎 結果你這一出去之後 我告訴你 外貌第一大省的頭銜 就被安徽給搶走了 是 那這一搶走完了之後 對於河南來講 它已經有一個很急迫的壓力 你現在富士康移走之後 我直接要面對的是 河南的人民 你跟我講說 我現在就業機會都沒有 那你剛剛提到 查水表的這件事情 你知道2010年2月跟2023年的10月的時候 那時候都說 富士康我告訴你 你的稅是有些問題的 那最近的例子就是2023年10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說 我們要對你富士康查稅 那還有講說 有一個中國自媒體那時候還爆料說 我告訴你 那個富士康在這邊廠房土地 大概有2萬個租酒廠 我跟你講全部要收歸國有 還有就是你涉及陶肉稅 很有可能要補稅人民幣1800億 1800億的概念是7950億台幣 當時我永遠永遠記得 台灣這邊要選總統 然後郭董又是他們的創辦人 所以整個就繳在一起了 不管怎麼樣 你剛剛描繪的那個情境 真的到了風聲鶴唳 逼得富士康還要跳出來澄清 沒有 那些都是惡意的重商跟謠言 當然後來也證實 官方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撩一下 代表說我也有動你 但是動你幾根寒毛 那個輕輕放下 最後是輕罰他8.8萬的台幣 還有人講說8.8是不是助你發發 那就代表 我不能沒有你 我不能失去你啊 或者這個所謂的查稅的動作 是不是有一點警告的意味 尤其你剛剛講那個時間點 郭董要選總統或幹嘛的 是不是呢 現在河南趕快回來 再跟富士康談合作是 時間點已經過去了 河南還是需要你啊 不能沒有你 少了富士康會怎麼樣 就是失去工作 就是口袋沒錢 然後消費降級銷轟 你來看看黃金市場 這個被稱作是黃金版的華牆北 斑斑血淚啊 你剛剛講說黃金啊 很多人講說中國大陸啊 消費主力是大媽站前面啊 而大媽最愛買的不是名牌品 是黃金啊 走到哪都要搶 結果你發現到啊 中國市場的金市業 在第二季的時候 需求是86噸啊 86噸我想黃金以噸來算 老實講我跟你之間 應該一輩子很難想像 但是86噸卻對中國大陸的 整體的金市市場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喔 因為它居然創下了2009年以來的 同期新低 而且它的黃金的銷量是10年均值 比10年均值還要低 39%左右喔 太詭異了 兩件事別的不講 要降息你得保值 保值你得搶黃金啊 黃金怎麼不增房檢 第二 地緣政治越來越動盪 槍聲一響 那不是黃金萬兩嗎 但問題是你要買黃金 要有錢啊 有錢你要敢花啊 你看這個表就非常明顯 從2021到2024 每一個Q1 Q2 Q3 你就會發現到 2024年的這一條線好短 短短的 短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按照它現在統計出來 說上半年的黃金消費 年減了18% 到了270噸左右 那你再跟過去同期相比 當然就會差非常非常多 其中一個關鍵指標 就被稱之為 黃金界的華強北 在深圳水背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中國大陸來講 黃金的銷量 也不是各個省市 大家都賣一樣多 以羅湖區這個地方來說 它佔了中國黃金珠寶批發市場 的份額 將近50%左右 一半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裡 當時候年營收 超過1000億的人民幣 誰來這個地方買賣黃金 我跟你講 事實上這個地方之所以 會被稱之為黃金界的華強北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不用非常便宜的東西 比如說 不是講黃金很便宜 是我中間的手工 或者這些手續費 我都壓到很低 你知道嗎 它的零售的金式加工費 每一克是10塊錢 到30塊人民幣左右 如果講到批發價的時候 我說真的 那個價差一筆筆 批發價可能賺不到幾塊你知道嗎 甚至如果是大品牌的 這個所謂的加工費 每一克是大概40塊的民幣 但問題是 如果你把這些通通都加完了之後 換成手勢要出去 你知道它的毛利才3塊多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是黃金界華強北 深圳水貝這個地方 照理講別的地方都小轟 這個地方要繼續風風火火 熱切的交易黃金台隊 為什麼連這種地方 都打起了價格戰 內捲捲成這樣 因為在過去深圳水貝這裡 它是用以量制價 沒錯 但現在我告訴你 它現在更擔心的是什麼 我以量制價這件事情 已經行不通了 不好啊 我要開始以價制量 完蛋了你知道嗎 現在說深圳水貝這裡 他們居然開始打起了價格戰 我剛剛講說你每公克幾百公克 這種毛利才3塊錢 你也跟人家打這個 這個所謂的價格戰嗎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金市有一些是純手工 我們講古法打造 有一些是機器可以做出來 它現在個別商務已經把所謂 古法金市加工費的部分 調降到每公克3到5塊錢 本來是10塊到30塊你知道嗎 你現在打一折 打一折這樣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同期的時候 一個月的黃金批發 可以做到60公斤 現在它今年到目前為止 它只能做20公斤 我打到骨折 結果還做不到那個業績啊 以前是一個月可以做60公斤 現在是今年到現在才做20公斤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整體的市長的大量萎縮 對於習近平來講 現在要趕快承認 經濟確實是中國的一個問題啊 而中國呢 不管美國誰在年底強勢入主白宮 中國都要趕快的提出經濟解放 今天給大家來看到的第一個現場 這是天子腳下的北京 外商相繼撤離之後 居然出現了石破九空的畫面 連雷格總統來訪嚇他過的飯店 也被迫歇業了 而這個港大教授真敢講 他諷刺習近平別再裝了 他居然叫習近平 趕快關掉A股吧 很刺耳但很真實 再來看另外一個現場上海 最有名的梅龍正商場 也已經宣告要歇業 所有見證上海繁華盛開的名店 都要來這插企業 現在宣告習登 那是多大的警訊 事實上這一次 在這個中國大陸的三中全會要開之前 很多人都寄望就是說 你經濟的部分 是不是有拿出一些具體的方法 結果發現連解放都沒有 還是一堆口號 所以現在在中國大陸裡面 有一個最新的這個潮語 叫做習氏蕭條 就是告訴你說說 習近平的經濟 不是那時候之前 你記不記得還大喊說 哇 全中國都已經脫皮了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 習近平式的經濟蕭條 居然成為新潮語 當然這個現象 在中國大陸裡面 事實上他們感到非常難過 為什麼 你光看 你要這個內需的部分 你就光看那個什麼餐飲店 只要有人就會吃飯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05間以上的這個餐店 105萬間 105萬間 已經變成倒閉的這個情況 而且你說有倒閉 搞不好是他經營不散 或者他個人這個生涯規劃 沒錯 那一定會有新開的對不對 結果你在回來做這個比例的時候 發現到每次有一個新的餐飲店 這個開幕 就有0.8間的店消失 所以他雖然到目前為止 就倒閉的店 其實跟這個所謂的新開的店 還不是只比在一個平行線上 可是0.8間很可怕 你知道 甚至將近7000個知名的品牌 跟大型商場 都說我們之前有合作或幹嘛的 現在事實上連合約都跟你講說 我都不要了 所以這個是真真實的數據 就在這個地方趕快要拿出解藥 三中全會沒等到啊 你看這個港大教授 真敢講 逆風說出這麼刺耳的話 你看這個教授叫做陳志武 他居然在參加這個所謂的研討會的時候 他就講說我告訴你 中國的經濟 現在已經一下子回到朱元璋的時候 以前我們講說倒退好幾年 倒退幾十年 你這一退回到明朝 會不會退得太遠了一點 而且你知道嗎 陳志武當時說 那你今天中國大陸不是有什麼A股啊 跟人家講說自由市場啊 問大家自由競爭什麼 他說沒有啊 他說你既然中國政府是要重新再管制經濟 那這樣好了 A股你不要再搞了啦 你假裝維持一個似不像的資本市場有什麼意義 結果你知道嗎 陳志武你敢講 剛剛這個主持人說 你很敢講喔 但我跟你講你很敢講很敢寫對不對 我也很敢把你下架 這個文章跟相關的東西 居然現在在網路上已經找不到了 我現在擔心的是不是下架而已而已 這人有好事嗎 還沒好還沒完 所以我們看到他描述的很刺耳 可是他拖出來的真相卻那麼真實啊 因為這個經濟的數字是很明顯的 你知道嗎 你光看中國有23個省份他們公佈經濟半年報 結果發現有16個省市居然低於他們的年度目標 那你想想看現在7月份而已嘛 你現在低於年度目標 你下半年要怎麼把它給追回來 這個比例也太高了 只有23個翻牌 有16個不及格啊 那你經濟的部分事實上有很多指標可以去做觀察 其中有一個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成長率是3.9% 那你會說不對還是有成長對不對 但我剛剛講有非常多的指標 綜合起來的時候 會成為他的這個所謂的經濟的這個半年報裡面的數字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他的這個所謂的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的這個率裡面 有23個省市有13個低於5%左右 甚至你講說固定資產是一件事 因為你要投資對不對 那我還有一個什麼消費 消費也總可以看一個數字 全國平均消費成長率大概是3.7%左右 其中23個省市裡面有8個還低於這個水準 那你會看得到說8個低於水準有沒有重點指標性的 有啊我們以前看其實像這個大規模 而且其實上是具有消費能力的 像天津上海跟海南 這些都可以算是一線城市了吧 這個都是附到流油重點發展的城市 我跟你講這三個城市也出現消費萎縮的情況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說消費萎縮就代表你的內需越來越小 那你的經濟一定會受到衝擊嘛 兩個警示第一個 過去拼GDP交出亮眼成績單都靠什麼 基建 魔人般的投入基礎建設 結果你就看到了 這個固定資產的投資 沒瘋了 再來消費也銷轟了 大家不敢消費 我們在您看到一線城市 你剛剛提到的 一個一個來看 別的不看堅持看兩個 先看北京 再看上海 固定資產投資啊 基本上是你要有錢的 像比如說大企業或什麼會進來對不對 那消費就是大家都要消費嘛 可是我剛剛提到說大企業的部分 光一個北京 你剛剛說 我們剛剛講到天津上海跟海南 很多人講說 它畢竟 雖然是一線 但是不是像北京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北京總是天子腳下的嘛 北京現在好多的這個辦公室 它的已經變成是空置在那裡 要大家說想辦法來租 你知道它在Q2的辦公室空置率 將近18%左右 創下中國一線城市裡面的最高 我們是知道外資在撤離 外資他們在取消這裡的據點 可是不知道 居然造成的這個重磅效應 是這麼嚴重嗎 而且像他們這種所謂辦公室 不見得一定是大企業會進去租嘛 你的中小企業也有可能會進去租啊 而且又是在北京 其實就是重點指標的一個地區 你可以看得到像望京區 跟所謂的九仙橋區 它的空置率居然達到24.5% 而且如果跟這個所謂的 每一季度來相比的話 它的激增是2.2% 所以代表它空汙的情況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說北京是這樣 其他的地方呢 剛剛我們提到上海 是不是它出現消費萎縮 你知道上海有一個知名的商場 叫做熔煤鎮 結果它居然貼出公告講說 我告訴你喔 它現在除了什麼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的簽證中心 跟什麼美國公民服務中心 因為他們其實有色點在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這些地方還是正常喔 對外有在有在這個 這個也不能講營業啦 反正我的服務都是繼續 但是他居然宣布說 我8月1號啊 開始呢我裡面的店家要歇業了喔 好這個地方呢 就要好好的跟觀眾解釋一下 龍鎂鎮在上海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 就是一個商場歇業而已 為什麼值得我們今天晚上告訴大家 不能夠輕忽這個警訊 你不能只說它只是一個商場 你知道嗎 因為它商場大到 連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都要在這個地方做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這個煤龍鎮 他們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經濟消費的地方 而且在那裡逛街的人 你光看很多都是名牌店 巢店什麼的 那代表是什麼 這邊的消費力是很強的 當時那個龍鎂鎮 他們其實這個廣場剛建的時候 據說跟橫龍廣場 還有中信泰富一起組成叫做 煤太橫金三角 金三角這麼厲害 你說金三角 那裡真的很好 你從壞的地方想 就代表經濟是繁榮的 所以它意味著什麼 所有口袋深的 想消費的上海人 外地來上海朝聖的 一定來這裡 所有最強的店 想插旗上海的 想要見證上海繁華的 一定要來這裡 你現在隨便看到拍的幾個牌子 都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老實講連我都買不起的這個牌子 可是在那個地方之所以 你看要設專櫃或幹嘛 就代表這些人不是可以買得起 但是非常買得起啊 那就繼續留著繼續賺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因為它裡面很多的店家 因為跟你這個合約到一起或幹嘛 他解約出去了 所以上海北京 兩大最重要的層次 我們來回看 北京剛才提到了 它有很多的辦公大樓 他們講的寫字樓 空置率之高 高到什麼程度 居然連雷根總統訪問中國 下他最重要的酒店 這麼厲害的酒店 也要被迫歇業 這意味著什麼呢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就是北京長城飯店 那個時候剛開幕的時候 被人家稱之為 叫做黃埔軍校你知道嗎 那當然其實老實說 黃埔軍校是他們其實在戲稱的 可是它之所以被人家高度關注 是因為它在1983年12月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進行市營業 結果沒有想到市營業的時候 居然一大堆人講說 天啊 我們要去參觀 我們要去幹嘛 你知道嗎 北京市政府當時還跟大家講說 不好意思 你們不要搞這個旅行團 弄到用旅行團去參觀 這可厲害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 他現在居然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要停業 我們已經停業半年了 停業半年了 你知道長城飯店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其實距離交通的 要道子中間你知道嗎 所以它的進出都非常方便 而且再來就是什麼 國外重要的人士 如果到北京去的時候 很多人會選擇住在這裡 難怪它被形容是 全中國經濟發展的 酒店培訓的 黃埔陸戰隊 黃埔軍校 為什麼 所有的餐旅業 酒店業 服務的一流的 這些服務人員的素質 都從這個地方 一批一批培養出去的 所以你看雷根總統 跟他的這個夫人 之前到北京去進行訪問的時候 其實也都在這個地方住 好多這個外國人也都知道說 我如果到北京去的時候 長城飯店基本上也是首選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 居然爆出來 其實他已經歇業半年了 那你接下來要再恢復的話 要等到什麼時候 從上海到北京 想都沒有想到會關燈歇業的 全部都關燈歇業給你看 那我就問 那更中小企業怎麼辦 他們負擔更多更多的工作的機會 那年輕人 剛剛大學畢業 他們怎麼辦 如果沒有中小企業 或沒有這種所謂大型企業 你說要找工作 何其之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好多年輕人 突發奇想 他們就想盡辦法 比如說 像這個送信的這個畢業生 他居然穿著一件這個T恤 他說什麼 24屆找工請看背面 背面是什麼 這不是我們批上去的 他背面居然 把自己的簡歷什麼什麼 都印在這個所謂的T恤上面 他完全是一個履歷表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履歷部分 除了工學之外 他說唯有法學的專長 所以你看他整個的履歷 還記載了什麼姓名 年齡 獲獎經歷這些東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居然告訴他 我告訴你 我還有QR Code給你掃 但重點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人力銀行 我反正石城大海 我不如自己 就是行動的一個人的招牌 你就看著我 我就自己打自己的廣告 請你用我吧 軍事長我跟你講 你剛剛聽到我講這麼多 你一定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找什麼 很特別的工作 我告訴你有沒有 他就印證一個 工讀實習的機會而已 需要這樣 他就只是要一個這種 類不是正職的工作 居然都要想盡辦法 用這個方式 讓大家注意到他 只是一個實習工的缺 搞到這樣 那你說先上岸的 找到正職工作的 日子有沒有好過到哪裡 找到工作的 你也要擔心 擔心什麼 搞不好哪一天工作不保 或什麼的 所以在中國大陸 現在很流行什麼 你知道叫做風感公牌 你會覺得很好奇 什麼叫做風感公牌 意思就是說 你要講一些幹話 或者是你有一些風言風語 沒關係 他們就把它弄在自己的桌上 前面有一個牌子 所以你剛剛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個 叫做鍵盤俠 簡單叫做鍵盤俠 幫不了 你要我幫忙 我幫不了 擺爛咖啡師厲害了吧 甚至你現在看到什麼 心靜自然梁同學 裡面都埋著他的姓名就對了 我們講心靜自然梁 是說叫你不要煩躁 他的心靜 你仔細看一下 是心水的鏡頭 心水鏡頭自然的梁同學 你就知道 他雖然保有這個工作 可是他其實對未來 有很多的不確定感 那沒辦法發洩 只要幹嘛 拿自己的名字 來做文章啊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 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 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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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這兩週詞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寂寞 很醒善 駛